我想大,想大美心 要把他賺錢 賺錢養家 然後要把房子變大 買一棟很大的房子 我可以出嗎 阿哭 房子要不要先出出來 放去給你 不管你們的事情 老婆 你還買一張大廚師 才要跟我長大口罩 帶大家出去玩 家府平童 長大要當大明星賺錢 把房子變大 孩子啊 當你耍脾氣 說這個菜不好吃 那個玩具玩膩了的時候 我希望你能看看這些故事 11歲的小淳 一家9口擠在20坪的房子 董事的他清晨4點起床 陪爸媽上菜市場 準備做生意要用的食材 幫忙扛著大包小包的菜回家 之後再去上課 小淳因為心臟問題動手術 從發病到開刀後 他沒有在人前流過一滴淚 心裡卻一直怪自己 生病害爸媽要花醫藥費 媽媽說你都會躲在被窩裡偷哭 有什麼會 沒關係 你要費太多錢 爸爸媽媽找不出來 10歲的東東 爸爸罹患見弄人症 媽媽在家做代工 每個月賺幾千元 東東下課也會幫忙做代工 還會洗檀管 針筒 家福基金會調查 有一成的貧困家庭沒有熱水器 在這麼冷的天氣 每一滴熱水對他們來說都很珍貴 三成五的孩子一星期至少有一天沒有吃早餐 生活雖然辛苦 但他們的願望不是為自己 都為家人 現在火花的運氣可以牛百惡化 可以保護眼中 大概一兩月眼中就好 我想要跟蔡依林一樣當大明星 因為我喜歡唱歌也喜歡跳舞 而且歌手紅了就可以賺很多錢 就可以買帽子 很大的帽子 動新聞報導